两岸在本周的确充满了较劲的痕迹 就在蔡总统520就职连任之前 大陆发布了11条会台措施 说要帮助台商台器来应对疫情复工复产 而就在520的后一天 大陆两会则是接连召开的 两岸议题在美方积极参议咖的情况之下 到底有哪些观察的重点 有哪些深层的影响呢 我们立刻交给资认记者庄志伟 好的 开文 这个星期以来备受瞩目的两岸议题 除了蔡总统就职演说之外 应该就是22号大陆总理李克强的总理工作报告了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他们今年没有定出往年都备受瞩目的GDP增速目标 李克强的说法是 因为今年全球疫情跟经济情势的变动太大 不定目标才能够集中各方力量来稳住经济的基本盘 在香港问题方面 大陆全国人大通过了港版的国安法 他是要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所谓的分裂国家 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 预计在未来他也会成为 国际聚焦香港问题的关键 至于在我们最关切的两岸问题方面 今年非常简短只有不到100个字 除了一贯的强调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 坚持反对遏制台独 还有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之外 过去几年都会提到的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还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等字句 今年都没有出现 对此就有分析认为 可能是因为没有了九二共识 也就没有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所以原本讲的和平统一 今年也少了和平 变成促进统一 那么对此呢 我们也请到大陆人民大学的 国关系教授王一维 为我们解读 我要是觉得世界的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美关系非常不确定 美国大选年他一定会打关 那么两岸关系 因为讲的很多很多问题 都是你们的规划法 如果说的多了 说的会被 无论是当地也好 或者美国来再利用 所以我觉得只要是不仅限 就像我们的经济发展一样 就是刚刚讲反对泰国 这个对够 这个强调两岸的人和发展 以及对于台湾 一些重大关切 进行机制化 这样一些安排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心意的 正如大陆学者的说法一样 接下来两岸关系 其实不只是两岸 美国也参与其中 而事实上过去几十年 也往往是两墙之间的互动 决定了台湾在国际上的得失 以现在来看 美中之间有第一阶段的经济协议 要不要执行 还有新冠肺炎疫情的究责 跟香港问题 另外在川普 他今年要竞选连任 而习近平呢 则是遇到十三五计划的收官之年 要交出成绩单 两边都有不能放软的内部压力 在这样的美中情势之下呢 台湾跟大陆之间 除了是政治上比较紧绷之外 大陆对台湾也祭出了十一项的经济措施 而美国方面除了对台军售之外呢 还施压了台积电要到美国去投资 在这两强拉扯的这个战略三角当中 台湾要怎么样找到在政治上安全 而经济上又能够得到最大利益的位置 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 也是接下来观察的重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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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